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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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孩子archive門肯定在国 Mon Son 据死了多 söz 教授的 理训 foolish 谈客极也打赏 Alison 您可以搭载我的房 您可以搭载我的房 这南巡就巴掌大的地方 怎么就打听不到文光的下落 老爷 外面满大街都是官兵 到哪都要接受盘查 我寸步难行 他们都是冲着文光来的吗 老爷 大少爷应该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否则官副早就派人到宏府来闹个集权不停 你大哥现在会在哪儿呢 我刚才也帮着去外面找 只是没走多远就被抽了两边的回来了 我再也不敢出门了 废物 毫无兄弟之情 爹 爹 这位凡小千姑娘说 她知道文光的下落 这位姑娘知道文光的下落 是 这个姑娘 文光在哪里 我想跟您单独他一下 那好 那里边请 事不宜迟 还请洪老爷赶紧想办法 帮助她 小犬不争气 两万人见笑了 不管怎么说 还要感谢姑娘 仗义相救 回头我让帐房取一百两银子送给姑娘 老爷 我冒险过来通风报信 不是为了钱的 您太狡看我了 还是赶快想一个两全之策 保护公子平安 这样比拿钱好 那好 我这就派人把文光接回家 不过我家父亲现在有很多清兵在搜寻 怕是不安全 不如等到天黑之后吧 快进快出 行动迅速 遇到可疑的人 那就多扰几个弯子 不要被人跟着 是 老爷 你放心 接到文光之后 你们就走小道 让他连夜赶往上海东渡日本家里 再也不要回来 记住 南渣红阳桥西村 知道了 老爷 起吧 来 好 看来我这真是引狼入室了 趁我不在的时候还要翻我的东西 我不成了东郭先生了吗 我不就是看一看羽花石吗 怎么就成了面目可憎的大灰狼了 少说废话 我已经跟你爹碰碰面了 他们天黑就会接你回去 到时候我们就形同陌路 再不相识了 那怎么行 白老板已经是第二次出手相救了 这种大恩大德 我鸿蒙光永生难忘 白小倩这个名字 不会牢记一辈子的 你当我三岁小孩子 男人的这些甜言蜜语 我听多了 好 我鸿蒙光对天发誓 倘若对今天之事 有半点相望 好了 好了 别发誓了 我信你就是了 你知道 这块羽花石的来历吗 用闻其想 你看这块石头 它可不是普通的羽花石 这是我师父的遗路 我失陷了你 父母就双亡了 师父收了我 这话说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我师父对我 可是倾心相较 还把他最喜欢的羽花石 霸王鼻姬 给了我 你别说 还真是有点特别 很像是霸王的脸谱 你说这话 好像你跟霸王认识似的 第二个 好 特别哪 我开心 功夫 soaking 很上天 我RO 说 这个 再遍 我们还把霸王尔 添用 我 在哪儿 我马上就带你们去 但师爷 这个 这个应该属于自首 所以我求你 千万一定要保住我大哥的性命 认练清空 辩论大勇 好一派 听秋 光景 怎么样 小白老板 我这嗓音跟你比 听上去还可以吧 差远的去 你可不去耍赖 是你自己说的 如果革命成功呢 你就以身相许 到时候啊 就算我是老花嗓子 你也得给我听着说好 我才不相信呢 像你这样 堂堂难寻世家的贵公子 身边怎么可能没有想好呢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参加革命 随时准备救命 就算有心爱的女子 可是我们也不能跟他们在一起 因为啊 我们怕耽误他们的一生 你说 对不对 可你不一样 你最美 好了别闹了 天马上就黑了 你们家里人 就要来接你了 我去看看厨房里熬的粥 那我先走了 怎么样 时间不早了 这是什么呀 我在徐府家 见过西洋的自明钟 跟这个一样的 不知道了吧 这个呢 就是西洋的计时器 叫做怀表 跟自明钟 是一样的道理 这块怀表 是我真爱之物 是当年邱先生 从日本回来 送给我的礼物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就送给你 君子不得人所爱 von division 大部分 让其他玩 garments 你取决于在皇上 有可能 应该是他 你多如常 小七排 哪香 这地方不好 我瞒不出我的所谅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别动 别动 洪门关 人赃俱祸呀 大人大人 带走 放开谁人 放开我 放开我 娘娘 走 放开她 你们抓错人了 放开她 她是个男人 她是你男人 也男人吧 你 细子无情 婊子无义呀 心心头上她是你男人 过两天就无情无义了吧 来老板 我可是看在巡抚大人的面上 很容易 可是你要知道 魔藏乱党是什么罪名 带走 走 你们放开她 放开她 你个戏子跟着瞎唱会什么 这事情跟你无关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走 走 走 站住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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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 来 洪老爷 洪老爷 文光被抓走了 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官府是怎么知道文光的下落的 但是 你们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吧 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尽尽万开口 爹 你倒是说话呀 我这还扮什么兽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兽吗 我为什么要做这笔情难而出的买卖 老爷 这曹帮杰传已经是个仙兆了 我 我为什么要一条道做光黑 老爷 这些话就别说了 我们现在赶快想办法救文光吧 有什么办法 啊 这沾上了乱党 这可是满门抄斩之罪呀 你能问光是行 可这是全家人的性命 这 这怎么办 这这个怎么办 爹 就算是人为刀足我为鱼肉 可是 没有刀山穷水界 总能够走出一条路来的 老爷 这个时候 你千万要冷静 你不能够混乱的 老爷 大小姐说得对啊 你现在还有时间御筹帷幄 爹 我听说这乱党自首 官府是可以免其死罪的 可是这文光 并没有向官府自首啊 这还不是官府一句话呢 那好 你到账房取一笔银子 到官府去打电 不许 不管文光是死是活 把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锦包 跟我来 是 从现在开始 这枚银帐 你一定要收好 千万不能一时啊 老爷 这可是你的私人银帐啊 嗯 得莫航的一切温度 除了盖 杭里的大印之外 都要加盖我的私人银帐 现在 你就拿着我的银帐 去得莫航 除了留下杭里的少量的账 也有动资金 一定要小心吧 我知道了 阿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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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要上哪去啊 我要出趟远门 你要耐心等我几天 我爹让你去做什么 老爷让我去收集 登冒行所有的七月银票 连连送到上海 以防不测 阿宝啊 阿宝哥 老爷对你这样信任 你可一定要尽心呢 爹 我知道 我会做好这件事的 务必保住洪家的积业 文威 你自己有多加小心啊 既然十万火急 就赶紧上路吧 好 我走了 保重 小姐 小姐 金宝走了 好 您回去休息吧 好 嗯 这位大哥 我想麻烦打听一下 这个牢里面 有没有关着一个叫左左目的日本人 还管别的犯人 管好你自己吧 吃饭 红少爷 怎么着 抢绝食啊 早死晚死一样都是死 还有什么好吃的 你嘴硬 没关系 等你们这老老少少全来陪你了 每天看到饿死几个 那才开心呢 你说什么 红少爷 如今什么罪都可以免 就这乱党的罪照样株连九族 只等大老爷一升堂一发迁 你们洪家就要被连锅端了 所以不如趁早说出你们革命党的计划 还有那些同伙 滚 将来 还要找你 大老爷 去吧 去吧 快来 等我 等你 且思考 你 宫堂之上岂能儿戏 宫堂 难道我大哥他要上宫堂吗 当然 文光是革命党 那是死罪 你们红家窝藏乱党 那也得满门抄斩 就算是你揭发有功 也就是你个人减轻罪责 追究就知道 原来自始至终你都是在骗我 你骗我出败我大哥 我这怎么是骗你呢 我这是在救你 要不然你跟你们全家一样 也要杀头 好了 现在这年头什么事都好商量 只要 只要什么 是 你的心也太黑了吧 就我大哥哪需要那么多钱啊 这可不光是你大哥的人头费啊 你算算 你们红家的脑袋夹起来 总值这么点碎银子吧 这么大笔钱怎么能说成是碎银子呢 这叫做破财免灾 其实呢 你好好想想 就是你爹这个老狐狸 他守了这份家业 他最后 能留给你吗 我不会跟我爹开口了 要说你自己说去 要不要我把你出卖你大哥的事情亲口告诉你爹呀 师爷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子 算我求求你拜托你好吗 你给我点时间 我求你给我点时间 陛下 你就是红文光 心不更明 做不改心 我就是革命党人红文光 你就是乱党匪首秋锦徐熙林的学生 搞官 不要用你的脏髓误入我老师的名字 死到临头还嘴硬 明日游街示众 三日后开刀问斩 不好了 我听衙门的朋友跟我说 现在也已经决定 三日后拿大少爷开刀问斩了 文洛 你不是说 他们答应不让文光在里面受罪吗 我得领些银子 我得领些银子 找师爷这 什么 花了这么多钱 你都打了水漂了 你还找什么师爷 我越赌得慌 你越逼我操心 爹 你这是烂泥吧 胡不上墙 你给我滚出去 爹 文洛他说的也有道理啊 官府里面 没有用钱办不成的事啊 爹 是怕花钱吗 那官府都是些什么人呢 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 他们能擎饶咱们红家吗 再说了 文光马上要问斩 就怕是再花钱 也改变不了现在这种局面 爹 可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我们都不能放弃啊 女儿 倒是还有个办法可以试试 老爷子 什么呀 ι 和你呢 这老爷子六十熟臣 本来是大喜的日子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有什么妖魔在作祟 不会的 哪有 颜 其实你不用那么担心 你怎么这么说话 大哥被关我们大家都很担心 姐说的意见爹都听得很认真 我说的意见就被爹训斥一顿 娘 我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 你不过是他娶的一方小妾 我是你生的 就只能这样窝囊一辈子 我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 王罗 做人要知足的 知足 相比之下就没有办法知足了 正方偏方就差那么多 他们有熟年有事业 我得到了什么 就连剪头发都不一样 他大哥剪头发就是新派 我就只有被挨骂 好了 是 只有他大哥是堂堂洪家大少爷 我就注定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放荡公子 你这孩子 你叫娘怎么跟你说 自从我带着你进了洪家 老爷他一直对我们很好的 你带着我叫洪家本 难道我不是爹亲生的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生在洪家长在洪家的 没有 你要是一时着急 说错了话 娘的意思是 这么多年了 你爹一直让娘开开心心的开传菜馆 能让你过上少爷的生活 你应该知足了 我们应该知足了 娘 你跟我说实话 我是不是爹亲生的 娘求你跟我说实话 我是不是爹亲生的 你告诉我 你说 娘说错了话 娘说错了话 娘 儿子年轻 他的一样 女儿子 莫加 然后我会更加加倍地孝顺你 咱谁都不靠 咱谁都不靠 怎么着 我是个杂种 我是个杂种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我们现在只剩三天时间了 人命关天 小倩难以一诺千金 我这手头还有可以周转的家产 我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 洪老爷 你又跟我谈钱 难道在你们眼里 我永远只是个能用钱打动的细子吗 小老板你误会了 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知道 你虽然是女儿生 但是心思天高堪比虚眉 只是身在江湖 我跟我爹还有文光 都十分钦佩你的侠义心肠 小老板 你跟文光有过一面之缘 你帮过他 你就再帮他一次吧 小老板 赶快起来 小老板 是 小老板 是 是 但是整件事情从头到尾 我觉得有些蹊跷 你们自己也要时刻小心 好 我说 温洛 你在干什么 我在点账 点账 点账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了 爹 我也是迫于无奈不得已的 我是想拿四行的钱去救大哥的 你也懒你把我说成个东西 文贵 叫管事的来 困进来 送官府 爹 怎么现在 还找什么官府 再说 文禄他也是好意 只不过是一身糊涂 快跟爹赔个不是 快 你不应该 对呀 爹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 行行行 我全当养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叫管让他来 把仗给我点清楚 然后把它轰出家门去 爹 我不是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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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承认红夫妻给我的任何名分 我可不承认红夫妻给我的任何名分 我只要得到我该拿到的 我只要得到我该拿到的 我只要拿到我该拿到的 只要 恐怕就要对不住文光 红夫妻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我大哥的命 没错 我恨不得他现在马上就死 我可以做证人 证明他勾结乱党 三少爷 你怎么 突然的改变主意了 人不畏机 天诛地灭 就算我大哥活着 红家财产 也不会有多少落到我手里 倒不如就利用这个机会 你要能帮我夺得红家的全部财产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就算你们现在动手也已经太晚了 他已经将他的手下 把他财长都转移走了 什么 所以我现在能够做的 是只有我知道红家全部财产在拿的 而且是只有我 能够让人老入所获 我来 他 他 他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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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的走狗 往全路上 我等着你们 爹 爹 爹 你怎么来了 我不得不来 过了五十三刻我就见不着他了 爹 你先别急 也许会有奇迹出现的 而且白手倩都还没回来呢 指望不上哪 是否日下人心不古 何况她是个戏子啊 朕已到 请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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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腰子不碰 愿得二举闲来尽罪 我老爷开恩 大展 你不知道私闯刑场是什么罪过吗 还不退下 老爷 我洪家世代为良民 小觉他也是一夜之差 我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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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为怀啊 大人 我洪文伟愿意带起您的意思 是 我过年轻无知 替大人饶太医民 他再也不敢造反了 是呀 老爷 是呀 都 见着那朝廷的公堂当儿室 我看你们洪家满门都不想活了 好 我常劝你们 坤 我洪文公是必死之人 但是有一句话 我要提醒你 杀死我徐先生的恩名卫队长 竟做了决民党的刀下之鬼 揭发邱先生的乡身 杀他的绍兴府已经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奉劝你一句 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记点阴德吧 这两个人就是疯的 来 赶走 大老爷 走 大老爷 我求求你啊 快走 动手 老爷 滚光 大老爷 当下留人 小老板 两将巡抚手遇 查南巡县令未经报情滥用私刑 草剑人命大谬 县即可停止 为命逝者 大人为他试问 都听清楚了吗 几岁 世人 好 好 文官 爹 爹 小老板真是神风广大 佩服 佩服 师爷好像有些不服 要不要随我一起去胡州见见巡抚大人 不必了 我自然会成文给刑部 这样的话 洪文光是不是可以取保候审了 不能 这巡抚大人 只是说我们未经报审 可并没有免去洪文光的死罪 只要我们予以纠正 把展刑上报给刑部 不错 对巡抚大人的手谕 本官就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府台大人另有吩咐 白老板 你得再请一道新的手谕 本官一定照办公 对不起了 我们还得去洪公子 两位大人 只要能够救我爹爹 你们提前条件也无妨 不妨 这是一个小的 上证 我们还在医抚 发唳 我们会选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